欧洲绝对是欧武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 当这个能源尤其天然气短缺的时候 你不能想象那个状况 如果能源缺乏了 家里如果没有瓦斯了 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暖气了 那怎么活下去呢 所以对欧洲来说 这次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是物价上升了 能源价格带动物价上升了 它会不会采取要强烈的紧缩性的政策呢 事实上是值得怀疑的 美国前沿角木了 由于资金泛滥 利率偏低 所以它就造成很多人 他觉得要买房子 就买大一点 或者要买多一点 甚至买第二间 买第三间 所以房屋的需求呢 因此就增加了 利率很低 那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付出的代价很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说新冠疫情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发生疫情之后呢 好像大家想要买房子的这种 这种心念呢 就加强了很多 可是呢 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是因为 不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呢 它的建材的成本都快速升高 尤其是美国最近呢 升息表示开始收回来了 一旦资金从扩张变成收缩 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对于房地产会产生影响 那去升息升到什么程度呢 才会使得这个 你持有房子的这个成本 无法忍受呢 这个就要看通膨 如果通膨像我们刚讲的 已经到了百分之七点几 甚至到了百分之八了 到了十了 到那个时候呢 升息绝对不是 从零升到一或者升到二 它可能要升到 我们说不要到百分之二十了 可能要升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如果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话 你表示有一大堆人 他都养不起房子了 反正那个时间会很晚吗 我觉得不会很晚 我觉得如果通膨这样 持续恶化的话 那个时间很快就会 你资金把房价推起来 资金退潮就把房价拉回去 那利率高呢 会使得它的这个反应会更强 所以利率那么高 反应就不会那么强 如果美国这个利率升到百分之十的话 那个打击很大 然后台湾只剩下百分之五的话 那打击就会比较小一点 就是资金开始退潮 利率上升 这个是最明显的指标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就带动很多的反应 这反应就包括我们刚刚说 投机需求就退出去了 投资需求也退出去了 然后过去这个摊便宜 摊利率低 买大房子也要退出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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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争 因为欧洲其实是最直接受创 因为我看那个ECB 它就是在俄乌开战当天 就紧急召开了会议 赶快讨论说 引发的经济影响到底有什么 ECB其实他们已经看到美国 打算要升息缩表的时候 他们原本也打算逐步的跟进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它有可能会延后 启动升息的时间或幅度 因为美国它是经济复苏很强 所以它无所谓 可是经济 欧洲的经济 其实它在复苏力道 本来就没有那么好 那它现在又是一个俄乌战争 直接会冲击到的一个区域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的调整 是不是就会跟美国联储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 The Governing Council expects the key ECB rates to remain at their present level If the incoming data support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medium term inflation outlook will not weaken even after the end of our net asset purchases the Governing Council will conclude net purchases under the APP in the third quarter If the medium term inflation outlook changes and if financing conditions become inconsistent with further progress towards our 2% target we stand ready to revise our schedule for net asset purchases in terms of size and or duration any adjustments to the key ECB interest rates will take place some time after the end of our net purchases under the APP and will be gradual 美国可能是欧武战争的獲利者 但是呢 欧洲绝对是欧武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 当这个能源 尤其天然气 短缺的时候 你不能想象那个状况 如果能源缺乏了 家里如果没有瓦斯了 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暖气了 那怎么活下去呢 所以对欧洲来说 这次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很多人在评估说 他欧元区今年的这个经济坛出 可能会减少到0.3%到0.4% 其实他们的经济成长运本就不多了 再少了0.3%或0.4% 其实那个冲击已经很大 就是当你在通膨跟经济冷却中间做选择的时候 呢 经济冷却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真的两难 我们从来不许多的 在一旦电话中处理的 一个一次性费桌上 还是分析的 人费是下距离 减多的 牛争市 ej是 但这个 一个健康的 如今的 这个 但是 与香港的 很重 一种 如果我们 好 富多贵 仍格 所以 但我們知道,金融法制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希望,EZB會有一個方式 讓人們掌握到財政的影響 沒有財政能壓力 我想目前,那個最關鍵是人民的生活 因為她現在的痛快 直接觸及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了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她發現人民的生活已經這麼痛苦了 她想再讓這個親戚更進一步冷卻的話 造成更多失業 更多人得不到工作 更多人没有收入 可能情况会更糟 所以他可能会想办法稳住 一般这个民间的经济 然后再看怎么样去控制通膨 应该没有两全的办法 对啊 他可能就是政府 可能先出一些力道 去控制那个物价 不要那么快 但是我不认为政府 有力量控制通膨 我觉得跟亚洲国家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有政府的 控制力道比较强 好像欧洲他们比较少 有这么直接 对于这个物价的控制力道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就是 台湾是一个民性低物价的国家 所以即使物价上升不多 我们也紧张得不得了 所以最近你就看到一个 很糟糕的例子 为什么发生淡荒呢 他们过来去找原因 发现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动脏淡价 记得在春节之前 不是说很多的成本都上升了 所以政府就规定很多民生 迂迂运是不能涨价的 其中包括蛋在内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养鸡生蛋的 这些鸡农 它进来的赤料贵了 但是出去的鸡蛋不能涨价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亏本生意呢 这刚才就不养了 就是一样不养就没有蛋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 我们过去以为动脏动脏都是好事情 没有想到这次动脏动作 这么大的问题来了 也让政府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你不能随便去干扰物价 这物价不是政府一个命令就可以决定的 它是由供给需求 而且供给需求不是说单一产品的供给需求 它现在很多跟这个产品相关的各种因素 所以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们政府会得到教训了 那起码我们应该去看看这件事情 就是以为你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一个政策 其实害了这个国家 害了人民 而且它如果要动脏之前 它已经看到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短缺 说如果它早一点去进口的话 来平衡或许会比较好吧 可是它又没有 它就单纯在那边动 然后久后来它都不愿意 我不相信它看得到 老师那像欧洲国家的话 它们不会像我们说 就是长期的去压低那个物价 所以它可能是由供需直接市场去反映 那现在看得出来 它的供给可能就是会越来越缺乏 然后需求可能会增加 所以它供给跟不上的时候 那这样通膨一定会涨 那它要怎么办呢 就是看哪一样更急迫 就先救急再说 就先救急再说 所以如果人民的生活现在最急迫 那就先把人民的生活照顾好 那物价呢那就慢慢再去想办法去控制它 等到这个经济够稳定 它觉得人民可以承受再去控制物价 我觉得它不会先去控制物价 那不像美国就是 美国已经用尽各种手段去拉它的经济 已经拉到过热了 所以物价就变成全世界最高了 在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就是 它要首先去压住物价 老实意思是说 如果它现在去有一些比较强力的政策的话 可能会让经济变得更不好 那人民可能就会失业率变高 所以相对的就会造成 他们更直接的生活受到冲击 然后它可能就是先 舍弃物价的部分去保经济 让大家先有工作 虽然东西比较贵 可是起码我有薪资可以去给付去购买的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战经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可是通膨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大家会觉得说 它毕竟战争的通膨 不是我们想象中 像一般因为货币宽松 所以是会逐步往上涨 它可能会是反应的速度会这样的快 如果只要战局有一些变化的话 如果这次俄乌战争 它带来这个通膨呢 主要是能源的话 那能源的问题 倒不是那么严重的 当然,我们所谓的是 我们所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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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很多时间 我们所谓的影响 我们所谓的影响 它们有多久 美国它本身 拆很多的石油跟天然气 它可能会解禁伊朗的石油出口 同时俄国它的石油天然气 无法输出到欧洲去 并不表示它烂在它的俄国就不动了 它是把它输出到中国去了 或者卖到其他市场去了 换句话说 它最后会变成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调节 就是原来欧洲依赖俄国的石油天然气 现在欧洲呢依赖美国跟其他国家天然气 那俄国天然气呢原来输出到欧洲的 现在就输出到中国跟其他国家 所以它就是全世界还是这么多的石油跟天然气 只是在那边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如果转到慢慢的 就大家都就各安其位了 油价就稳定下来了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我没有办法卖给欧洲 我还是必须要有经济的来源 所以它还是会想办法给其他的国家 其实你看到今天 今天参与制裁俄国的哪些国家 都是欧美 就是欧美 所以亚洲这么大一个区域 你说会没有人需要石油吗 没有人需要天然气吗 当然需要啊 所以就变成这个市场转换了 过去美国输出到亚洲去了 现在输出到欧洲去 那俄国输出到欧洲 现在转到亚洲去 所以目前的这个油价上涨呢 是一个恐慌心态之下造成的 等到这个恐慌平息下来之后 油价又跌下去了 所以我相信大概还会再回到 大概五六十块美元左右 可是因为现在欧美的同盟之下 像亚洲很多国家 可能也不敢 接受俄罗斯的石油来源吧 因为它感觉现在 它已经牵扯了所谓的地缘政治 跟国际政治的这样子的因素 在这个时刻谁也不会去触那个眉头啊 但是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等于在爆发没多久 大家还在那个情绪当中 可是可能慢慢趋缓之后 这整个就是攻击的这个循环上 可能就会渐渐的稳定下来 而且美国今天这么多运瓦斯的船 都从亚洲转到欧洲去了 那亚洲怎么办呢 他们的瓦斯 他们的石油哪里来呢 它还是需要啊 所以到最后呢 只要有人卖给它 它就买 包括台湾在内 所以老师觉得像能源价格的上涨 它可能是一个短暂性的情况 就是每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动乱 造成恐慌的时候 美元 欧元 日元就会上涨 但是这个恐慌呢 都不会持续很久 很快就过去了 一旦过去 他们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俄乌战争到底要持续多久 才会对于全球的经济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长久的 不管是通风或是能源上的一个冲击 我一直认为它不会持续很久 那电渠到最后结果怎么样 显然不会对乌克兰很有利了 但试下看这个俄罗斯能拿到多少 这个战争对于俄罗斯的经济 会不会说真的影响得非常的大 他们之前通膨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它的通膨严重 过去那个问题呢 是持续到现在呢 有没有加到什么样可怕的程度 还不知道 目前就是它的这个制裁呢 最主要是针对它的出口 而它的出口主要就是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这两样如果它已经有安排了 影响应该不是太大 不过我们现在还不敢确定 到底最后结果如何 因为如果像伊朗这样的国家的话 当年这个西方国家对它制裁 把它的一部分的银行提出这个swift 结果它的GDP呢就立刻变成负的 从挣的3%变成负的7% 那北韩呢就不要说了 北韩事实上它根本从头到尾呢 不管有没有制裁它都是那个样子 所以以伊朗做例子的话 它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是因为伊朗小 它必须要融入整个国际经济的架构当中去 它不能够独善其身 那俄罗斯呢它是在事前呢 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而且想办法降低这个制裁 对它的这个伤害 所以这个伤害到底效果多大 目前真的还看不出来 老师要再来是观众的提问 一个观众问说 就是老师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美国跟加拿大的房市走向 然后目前就是已经疯涨 那后市走向如何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新加坡的经济跟房地产的走势 因为我发现蛮多观众 其实来自美加新加坡这些地区 美加跟新加坡不太一样 美加的问题主要就是 当然头一个还就是资金泛滥了 美国前沿角木了 由于资金泛滥利率偏低 所以它就造成很多人 他觉得要买房子就买大一点 或者要买多一点 甚至买第二间买第三间 所以房屋的需求呢 因此就增加了 利率很低 那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付出的这个代价很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说新冠疫情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发生疫情之后 好像大家想要买房子的这种 这种心念就加强了很多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不想住在城市吗 搬到郊区 然后去换郊区比较大的房子 因为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你很多消费活动都停止了 你没有什么可以支出的 你也不要去旅游了 所以都赚很多闲钱 那就都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才发现 我家原来是不够宽敞的 我家可以更大一点 更舒适一点 所以他们说新冠疫情呢 也加强了购买房屋的需求 所以你就看到有这三个原因 让需求增加了 可是呢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是因为 不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呢 它的建材的成本都快速升高 尤其美国最近呢 它的主要建材是木头嘛 它的木头已经从德国进口了 所以美国的建材 非常的缺乏 而且昂贵 而美国呢 它盖房子速度呢 最近十年来呢 减轻了降低了不少 缓慢了不少 所以需求快速上升 但是供给远远跟不上 这是房价上升的主要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只要没有消除 房价就继续上升 那升到什么时候呢 升到这三个原因都消除 或者至少一部分消除 什么原因呢 资金如果没那么泛滥 利率没那么低了 疫情缓和了 那这三个因素呢 好像现在都在出现 对不对 美国开始升息了 如果说不了了 资金就没那么多了 疫情呢 慢慢缓和下来了 所以需求呢 很可能就不会再增加了 甚至因为利益升高 很多人他买不起房子了 或者他养不起房子了 所以反而会把房子吐出来 所以我们才一直说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呢 很多人他把过去 不该买的房子都吐出来 房价可能反会大跌 老师可是这三个因素当中 其实疫情趋缓 其实是最直接而且明确的 那像生息的部分 生息一个一两码 其实对于就是 你持有房屋的贷款 其实影响还不会那么大 所以到底要升到什么时候 才会有更严重的影响呢 其实一开始生息 就代表资金不会再扩张了 那过去呢 房价不断上升 是因为资金不断泛滥 还会更加泛滥 还有更多的钱要流进去 那现在至少不流进去了 甚至呢 生息表示开始在收回来了 一旦资金从扩张变成收缩 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对于房地产 会产生影响 那所以生息升到什么程度呢 才会使得 这个你持有房子的这个成本 无法忍受呢 这个就要看通膨了 如果通膨像我们刚刚讲的 已经到了百分之七点几 甚至到了百分之八了 到了十了 到那个时候呢 生息绝对不是从零 升到一或者升到二 他可能要升到 我们说不要到百分之二十了 可能要升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如果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话 你表示有一大堆人 他都养不起房子了 反正那个时间会很晚吗 我觉得不会很晚 我觉得如果通膨这样持续恶化的话 那个时间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这个时间不来的话 就表示呢 在姑息养间 在等到像波克尔这样的人出来 一次给他调高 所以迟早会来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当然越快来呢 是越好的事情 因为等到越久 这个事情就会不断地扩大 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老师觉得说 等得越久会越大越严重 是因为它有所谓的螺旋性的通膨吗 就是因为你通膨发现 升给一码两码没有效果的时候 因为你的通膨持续太久了 那你势必要涨更高的工资 你才能够引力你的生活 所以就会变成是造成这个 就是产品的价格就变成更高 所以它就会螺旋性 所以它变成是这样的 升息速度太慢 对于这个物价的抑制效果不好的时候 它就必须加快 你先看美国目前 它的核心的PC5.2% PC6.1% 对不对 那它的公司的年上升率是多少呢 是5.8% 你们发现 这中间好像不是完全无关 这个问题是 我们的economy转发了快速 比例那乃人想 但这次的疫情 意识到 企业变成了 因为疫情 所以它等於是全世界工資上漲速度 在這一次疫情之後是速度最快的 因為它的通膨也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這表示它的工資已經開始 處於到物價的上升了 已經開始把物價上升 把它包含在它的公司之內了 所以當公司把物價上升 包含進去之後 就我們剛剛講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 雇主發現工資現在太高了 所以他必須要把它的售價拉高 來彌補工資的上升 所以物價就更進一步退升 升息說它等於是當頭一盆冷水澆下來 它不是壓下來是澆下來 它是一升息投資人它馬上縮手 消費人也縮手 那房子人也縮手 過去買的房子吐出來 你說它會馬上就降下來呢 可是對於工資它就不可能減下來了 對啊 因為如果物價都壓住了 你工資怎麼可能再往上漲呢 可是它就是停漲而已 它不可能把它降下來 因為你物價也沒有降下去 但是等於是它穩在那個狀態表示 如果一直穩在這個狀態 這物價一直在這裡工資在這裡 就是通膨了 但事實上不太可能臨通膨了 我們通常通膨的話 就是看去年的通期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前一個月的影響 如果是跟去年還增加這樣子就是不好 如果它能夠穩住的話 就代表物價可能是逐步的是穩定的 而且沒有通膨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那在房價的部分它可能就會 因為像老師說的 如果升息的話 他們這些投資的可能它就會開始收手 因為它可能會發現說 未來有可能會再繼續升息 因為現在大家有講說 聯準會可能每一次的FOMC開會 它就成意嘛 The FOMC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one-quarter percentage point We'll be looking at the data as they come in We'll be looking to see whether the data show expected improvement on inflation We'll be looking at the inflation outlook and making a judgement And we'll be going Each meeting is a live meeting And if we conclude that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more quickly then we'll do so 所以到明年的三月的話呢 就會升了七次 應該不止七碼了 可是現在俄乌戰爭的影響 它可能就會 現在看了 這惄乌戰到底影響是 影響物價多呢 還影響它的這個就業率多呢 可是老師那像房價的部分 是不是還有一個變數 就是它的原物料的價格 其實已經漲了 所以其實它的建物成本也高 像木材這些也漲很多 所以它整個房屋的價格 你要再能夠壓下來 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 其實我們剛剛講房價 不是講壓下來 我們講的是不漲 所謂不漲就是說 就停在這個地方 已經反映了 這個木材這個成本了 所以這個價格就停在這裡 但它不會再進一步上升了 就叫房價穩定了 所以它房價穩定之後 因為它已經反映了成本 所以房價穩定之後 再來它可能會往下走 就是這個需求變少的時候 它就會往下走 因為供給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可能就是看這個 投機投資的需求 如果趨緩的話它就會往下 那這是美加可能出現的情況 那新加坡呢 您剛剛說新加坡其實不太一樣 新加坡當然過去跟美國 加拿大這個情況是差不多 也跟台灣差不多 就是全世界的錢都沿角木了 所以全球的房價都在上漲 新加坡也是如此 它去年就上漲了13%的樣子 但是呢 因為它上升太多了 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呢 在去年的12月 就開始打房 它的打房就是 買房子的這個稅呢 像一般的個人 也只是外國人 它原來20%的 現在變30% 一般企業25% 變成35% 你看高不高 加了50% 所以加的很重 那一加之後 就馬上就說著 沒人買了 所以今年他們說 到1月份的時候呢 幾乎沒有買 沒有人來問房子了 房屋市場 立刻冷清了 所以新加坡它是一個 政府很有魄力 去控制它的各種 價格啦 或者是民生指標的 所以我覺得新加坡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新加坡大概就是 它目前的狀態就是 政府它控制住 它不會再快速上升了 但是呢 如果全球利率都上升了 新加坡也不能避免 它也會進行一次調整 那這個調整可能也是 因為利率太高了 所以有更多的需求所守 或者有更多人 他不要買房子了 更多人他要把房子賣掉了 所以房價也會往下修正 所以相較於新加坡來講的話 每家房市的走勢 可能不會像新加坡 這麼快速的往下 因為新加坡還加了 政府的力道進去 對 所以新加坡它當時的房市推升 最主要是外面的很多資金 湧進去購買的原因造成 而不是他們本國之內在炒作 因為我看台灣其實很多 都是自己國內的資金 在炒作比較多 台灣有很多 說是國內資金 但是其實是從大陸回來的 還有那個觀眾問說 那台灣房地產的部分 會不會也有機會泡沫化呢 那一定的啦 就跟全球一樣啦 台灣不能夠賭散其身 因為這個資金氾濫把你沖得有多高 那資金退潮就會把你拉得有多低 所以一樣啊 所以等於我們最主要 有可能台灣房地產會泡沫 是因為美國升息的關係嗎 然後我們跟著升息 美國升息全球都升息 就是一個全球的資金大退潮 可是我們的升息幅度 向來都不會比美國還要多啊 甚至是美國的一半而已 對 但是它的問題其實 關鍵不在利率高低 是在退潮 就資金退潮 資金把房價推起來 資金退潮就把房價拉回去 那利率高呢 會使得它的這個反應會更強 所以利率那麼高 反應就不會那麼強 如果美國這個利率升到10%的話 那個打擊很大 如果台灣只升到5%的話 那打擊就會比較小一點 可是台灣其實很多房市的推升 因為我看最熱的 上場最多的就是台南 就是有台積電效應 那這個台積電效應 其實跟這個升息的相關性 好像沒有聯動那麼深 這完全是題材了 對 就是因為台積電 把這個新族的這個房價炒高了 索北的房價炒高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有台積電 就會一群科技新貴 就會買很貴的房子 就會把它炒高 但事實上可能 這個算它不是這麼大的 因為我想說我們現在 科技跟半導體業這麼的興盛 相對的很多這些族群 它所中的資金也多 所以它可能變成是 還是會積極的去買這些房地產 如果再加上我們台灣的 升息的幅度也不會這麼大的話 其實似乎對於我們房地產的一些 就是熱度要降溫 其實效果沒有這麼明顯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特定地方 都是有台積電新設廠的地方 但是沒有台積電設廠的地方 而且新設廠的地方 熱潮也一段時間就過去了 不會長久的 老師要像台灣房地產 如果要泡沫化的話 它會有哪幾個因素 影響會比較大嗎 我們剛剛講就是資金開始退場 利率上升就是最明顯的指標 當利率上升的時候 就帶動很多的反應 這反應就包括我們剛剛說 投機需求就退出去了 投資需求也退出去了 然後過去這個攤便宜 這個攤利率低 買大房子也要退出去 就這些因素 所以這些因素的話 還是要看它的就是幅度有多大 如果幅度小的話 其實影響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是因為現在幅度已經很低了 所以譬如說原來是2% 現在4%就已經加倍了 所以我們可能必須就是 以現在整個全球金融變局 這麼大的時候 還是要謹慎一點比較好 對 我們不能夠看得太樂觀 想說美國升息很多 我們也不會升息很多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 我們的出口非常的熱 所以我一直認為新台幣始終很強勢 可是在美國現在 其實更強勢的情況之下 可能大家還是要去評估一下 所以那個風險可能會增加 所以還是保守操作比較好 對 尤其現在 有一個觀眾在問說 美國殖利率上升 表示美國的公債被拋售 跌價 以至於這個殖利率會上升 那這樣表示 美國這一個月來是進到了 所謂的股市債市雙殺的情境裡 那請問老師在股市債市的變現的資金 跑到哪裡去了 那之後有可能會跑到哪裡 因為這觀眾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在俄乌戰爭之前 那如果我們撇除了這個因素的話 如果是股市債市變現的資金 會跑到哪裡去呢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因為現在大家在觀望就是 一個時代結束了 就是那種大撒錢時代結束了 資金開始退潮了 所以當資金開始退潮的時候 你過去那些這個低報酬率 低利率的東西現在都會被拋棄掉 現在大家就開始要找這個高利率的 高報酬率的 高值利率的 所以公債為什麼拋售呢 因為公債值利率太低了 那股票為什麼會拋售呢 因為股票的獲利率太低了 所以你現在要找的就是 它的價格穩定可以對抗通膨 但是呢它的獲利率又高 高到可以超過升息 這種東西就是資金會跑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現在報現金 報黃金 報加密貨幣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呢 是可以對抗通膨呢 另外呢就是去找一些 高報酬率的產品 高值利率產品 高利潤率的股票 所以像抗通膨的產品有什麼呢 抗通膨的東西 大家都以為房地產是抗通膨 實際上是這樣子啊 問題就是你要良力而為 你不能夠這個花 你花不起的代價去買房地產 那在這個通膨的時候 房地產通常不會跌價會漲價呢 可是如果在各國都用強力的升息 來阻止這個通膨繼續的話 所以房地產未來它可能 就是變數比較多 它不見得就能夠這麼 它會有一次大調整 調整完了之後 就是可以進去的時候 可是那大調整什麼時候 可能就是要看 美國聯準會的政策 對 看利率上升到什麼程度 剩一個觀眾 他說普通大眾面對這個inflation 通膨的時候似乎無能為力 只能任由它宰割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那老師可以介紹一下 美國歷年來有幾次的通膨 對經濟跟民生的影響 以及怎麼度過的呢 面對通膨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過就是 你要去找那個可以抗通膨的 甚至可以因為通膨而獲利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大家過去找房地產 過去是正確的找法 但是把利率因素撇掉的話 這個房地產是一個正確的找法 但是你要找別的東西 就沒那麼容易了 那至於說美國歷年來的通膨 其實美國歷年通膨 美國已經有四十年沒有通膨 對不對 我們講了好多次了 所以我們才說 現在是四十年來最大的通膨 就是因為過去四十年沒有通膨 而且不是過去四年美國沒有通膨 是過去四十年全世界都沒有通膨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但是我們也解除過這個現象了 那現在呢 在四十年前的通膨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能源危機 那類似能源危機呢 就是在波克爾的強力的推升利率之下呢 它就被停住了 可是在那個之前呢 它事實上是持在一個 所謂這個停滯性膨脹的狀態 什麼叫停滯性膨脹呢 就是你一邊物價升得很快 一邊呢失業增加了很多 這種情況在過去是沒有發生的 過去是停滯就是失業 空膨就是物價上升 這兩個同時發生是沒有過的 那這原因在什麼地方 原因就在於它的原物料漲價了 只有原物料的價格大漲 才會造成這個現象 因為原物料價格大漲 當然生產者就虧本了 就不生產了 可是呢 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上升 因為成本升高了 那這個情況呢 在世界上呢 世上好像沒有再出現過了 因為沒有一次 一個重要的原物料 它的價格上升這麼多了 所以在當時呢 就只有用大幅度提高利率這方式呢 把物價快速壓住了 然後呢 才讓這個事情呢得到緩和 因為當它壓住物價的時候呢 能源已經不漲了 就是因為能源價格上升 而造成的提升膨脹呢 應該停下來了 而因為利率升高 把物價壓住了 所以它不但沒有通膨 而且經濟情況呢 也慢慢穩定了 所以老師這樣這一次的通膨 我們應該說是40年來比較罕見 是因為已經無限這個QE太久 就是熱情太多 然後再加上疫情這個變數下去 才會造成目前的這個狀況嗎 不然其實以現今的社會 很難有哪個東西 其實是因為缺乏之後 就會造成全世界的通膨 可以這樣講嗎 對 因為這次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全世界一起撒錢 撒了這麼多年 你看從2009年撒起 撒了十幾年 居然沒有造成惡性通膨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它早該發生的事情 拖了十幾年才發生 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就是 有一個穩定物價力量 一直在那邊壓住物價 那個力量就是中國大陸的 世界工廠 現實壓不住 因為那個世界工廠已經沒有作用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就會看到 我們花了十多年 我們自己造的孽 今天開始回報人類了 所以除非你把這些爛賬都收回來 把你爛灑的錢都收回來 否則這個世界沒有凝日 但是要收回來很痛苦的 你撒錢很痛快 收錢很痛苦 所以大家都不要收錢 可是博客做了一件事情 他收錢了 所以他止住了 現在要看有沒有第二個博客出來 他願意收錢 然後世界再回到正常狀態 那現在會不會相較於當時的能源危機 會比較好解決嗎 還是他其實會更困難 其實 博客提高利益的時候 已經沒有能源危機了 能源危機就是 產業國家不斷的 一次兩次提高油價 那叫能源危機 但到他開始 下手去提高利益的時候 已經沒有再提高油價了 所以我們現在狀態 跟博客那個狀態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等於是 現在要等整個全世界的需求 它可能到一個穩定的狀態 然後供給也恢復了 然後整個物價就會變得比較平緩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 疫情趨緩 供給增加到穩定狀態 物價就會趨緩 有這麼容易嗎 或者這樣說 如果今天這個博客 能夠從出江湖 其此為生 他一下把利率提高到20% 全球的通膨 馬上就消失了 可是這樣之前不是那個 次貸風暴 當然次貸風暴 它是因為濫發貸款造成的 可是這樣子突然增加20%的話 其實很多被房貸的人 他也吃不消不是嗎 對 還有投資的公司 這是核子扮其的手段 就是 如果你突然升到20%的話 很多房地產市場 很多企業 很多金融就都垮掉 然後再重新 在灰燼當中 再重申 這樣恢復得了嗎 我想說哇20% 那大家 那個經濟受創其實很嚴重 那如果20%太高的話 10%也可以做到 我覺得現在的聯準會 應該當初的教訓之後 現在也不敢 不敢 他們應該就是一步一步 然後看一看 合不OK 然後再去做一些微調 像火可這樣的人 你看幾十年來就一個 如果光想到疫情 已經有很多企業 背了這麼多的貸款 他如果再這樣子升 升10%也很可怕 他可能也還不出來 那可能很多企業就會宣佈倒閉 他就會變成一個連鎖的效應 那這樣怎麼辦 那就不能升那麼多 他可能採取是緩步升 就是慢慢的 一年之內可能升到5% 然後再繼續升 如果你兩年的時間 升到10%的話 這調整過程就完成了 可是老師 那如果升5%的話 房地產會有很大影響嗎 台灣也一樣 當然 可是如果美國連鎖 會升5%的話 我們不會升那麼多 我們升如果2.5% 其實就很多 如果升2.5%的話 可能錢就跑掉了 可是我們本來是1.125 加2.5的話 我們其實3點多 那他5的話 一樣資金會跑掉 我們現在比美國還高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升的話 他如果今年度升到5%的話 我們1.125加2.5% 其實還不到他的5% 所以我們的資金一定會跑掉 跑更快 所以我們變成是要升到利率 跟他差不多 才有辦法留住 甚至要比他還更多一點 因為畢竟美元 比我們現在還比有價值 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請您支持中天監督的力量 記得把下面這一段 工商服務影片看完喔 現在疫情其實 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 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好現在可以看到 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 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 整個環境 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 學校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宮廟 需要長時間 你都要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 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薦給您 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進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有四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也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 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 水神幫助大家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 是有獨家的好康 好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來下單購買 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價值5960元的水神霧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霧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四平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握波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喔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喔 謝謝您看完中天工商 有您的支持 我們監督的力量不會消失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驚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週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 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馬凱線上課堂加 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污蔑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他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式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驚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凱小教授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臺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零件的話 我覺得臺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今天這麼短削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臺灣是到那邊去的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的是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地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它的質疑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代一代 風險高的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激增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國在全球正經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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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詞